大家好,歡迎收看9月14日的司機金鐘直播 我是浩德 第一件事先賣廣告 大家有沒有留意 沒錯,就是iMoney 今週六出品iMoney的封面 但其實封面故事是訪問我的 看右邊 主要是講一下近期科技股板塊開始有多大的回調 究竟這是鑽石鎮回調,如何部署 今期iMoney有講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亦都支持一下iMoney 說回大市 其實星期五 上個星期五 其實就 繼續好像彈不起 納斯特克指數 大家都一直看 上個星期一個很大的回調之後 其實好像少少反彈之後 都沒有什麼力 不過呢 今天回到亞洲時段 又繼續好像彈了一些 現在最新 現在我們12點20分 其實美國那三個主意的指數 其實都有些輕微反彈 整體來說 都不是很明朗 所以這段時間 跟車太貼都是難搞一些 所以我都說了 未明朗之前 其實都是少著一些 當然 有什麼見底的訊號 傳統地大家就參考一下 所謂的恐慌指數 今次其實有少少不同 我下午會去YV拍這個訪問 我做了一些圖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看這兩條線是什麼 白色線就是 VXN 其實就是納子的恐慌指數 綠色線就是納子本身的指數走勢 你看到其實通常都有反向的關係 而一般傳統智慧底下 你看到這裡 中間的額 拿出來紅色條線 白色線就是在 其實那個恐慌指數見底 開始 見頂 不好意思 見頂的那一刻 白色線其實就是 導致見底那一刻 回升那一刻 你會看到其實通常 如果那個恐慌指數開始 見頂回落 其實有少少預示到 指數就會見底回升 這些都是傳統智慧 不過今次有一點尷尬 如果你看到紫色區域這個圖 其實在市跌之前 其實恐慌指數就抽升了上去 一般的說法 理解就是 由於太多人希望 建造一個這麼大的科技泡沫升浪當中 用槓桿買入一些期權 尤其是短期的call options 令到 VIX VXN 都可以抽好上去 所以這次你見到好像 回落下來 但是 市也未見底 所以這次如果 大家去看見底信號 其實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本身已經先抽高了 當然你問我 我覺得 都是看回這個圖 納指、盜指的走勢當中 其實現在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關鍵位 因為根據說法 之前那幾次回調 其實幅度是差不多 如果這個東西未轉變的話 其實應該差不多時間 開始升上去 如果假設 頂不住 可能再次要檢討一下 這次回調 純粹是比想像中跌得深一點 還是真的轉了勢 所以現在 你問我 我都覺得關鍵少少的 好 接著說一下部署 部署 我之前說過 如果你嘗試搏反彈 有什麼選擇 我覺得選擇當中 其實就是 找一些 波幅比較大的時間 買一些 波幅不要那麼高的東西 譬如說 所以這些就好一點的東西 就算一個市升 它怎麼都會升 看看今天最新恆子的數字 OK 今天恆子暫時升了 百多點 其實就不是很多 都是去24,600 很明顯 站得穩一點 站得穩就好 比站不穩的 你見到指數都彈得起 相對來說 所以我覺得 科技股如果真的相信不是一個大回調 尤其是有些朋友就真的太低倉位 我就可以想想 反過來 你好像我這樣 其實倉位很高 你想想 部署 現在都是約七八成左右 都是要密切觀望 我自己的看法 你可不博一些科技股 有很多東西買的 例如Innofin 101 上個星期有個朋友說 原來他61元買了 就在捱價很擔心 今天就升了 今天回到59元 我想他51元 61元高位 應該是剛剛 前個星期突然間以為無法入筆水 突然間入到筆水 即是我們之前說過的事 可能高位追了一點 但你們看回整個星期計算 其實去到今天都算是挺硬正 相對其他 不太差 我們仍然都挺喜歡這隻股票 OK 如果不是 因為今天我就沒有特別想法想說 不如直接說一下我現在做了些甚麼 讓大家參考一下 例如不買科技股 剛才醫療股可以買101元 或是消費股 近期排汽車881元 如果跟得我們很多年的朋友知道這隻股票 我們喜歡了很多年 由3-4元到現在 近期他的銷售都好像好一點 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Song跟我講一下 近期光復玻璃價錢可以升得不錯 所以你見這隻仙衣蘇樓AD 就算之前做了一個pacement 都可以升得上去 不單是他的 複業玻璃一直都升 你看國內 近2-3個月 光復玻璃價 一直都升上去 所以你見到這些資金都有些追捧 大家 有時不單只是看著大市做人 個別股票都有些異動都可以想一想 好了 今天我留一點時間 阿Sam來幫我 因為我們經常聽到很多問題 關於那些北水怎樣走 究竟有什麼神奇呢 我交給阿Sam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跟Sam是怎樣追蹤一些數據 以及怎樣發掘一些機會 阿Sam 麻煩你 大家可能會比較想了解一下 北水的流向會是怎樣的 有幾個方法 在即使方面 大家可能看報價機的統計 但報價機的統計 未必準確 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去港交所的網頁 有每日數據 在互聯互通 每日數據 在收市後會出 可以選擇 回股通或深港通 港股通 有每日頭10隻 成交最活躍股份 那天的資金流向 北水的資金流向 港股通 港股通的回股通和深港通都看到 這個方法只能看到 每日10大成交 最大活躍成交的10隻 這個就可以收市立即看到 港交所每日都會出的 但可能有些朋友問 其他股份不是10大成交 應該要怎樣看呢 其實都可以有兩個方法 最簡單可以上SIGUS 這個就是T加2 即是交易日兩日後才看到 可以看看1801信達生物 在9月12日 大家都看到 這個就是券箱的持股數量 我們可以找回 A0004 這個是深港通 這個A0003 是匯港通的 這個方法可以看到所有券箱 在某一隻股票的持股 但可能大家要自己做一做統計 因為這裡沒有統計的功能 如果直接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就可以去這個 Lyikweb製作的網站 這裏選擇enovan 選擇seekers 這裏選擇changes 這裏選擇日期 例如9月7日至9月11日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我說的A0004和A0003 深港通和匯港通 在9月7至9月11日之間 買了1.69%和0.88% 最大買入方便是他們 我們可以從這個方法 它比較多功能 可以看到最大的轉變 或者我們自己選擇日期 去看看那段時間 北水的持股量是怎樣 這個我會認為是一個最簡單 最直接見到北水流向的方法 好,謝謝Sam 所以你見到這幾天 比較明顯有資金流入的 包括剛才說 1801上達生物 九無九 股價也比較硬 不過這些是一些短線的分析 大家都可以參考 OK 直接去到Q&A OK 今天YouTube第一個問題 問2018前景如何 2018就是AAC 以前也有人問過我 第一,AAC我沒有持續 第一,我覺得 其實它自己的競爭都頗辛苦 被人砌得頗慘 所以買Hardware 當日我都說 寧願買一隻Sunny就比它好 所以 我沒有特別建議給你 2018 OK Facebook Live的問題 NVIDIA 520元買了應該怎樣 我先看看 NVIDIA上個禮拜我們有說過 我們自己也有 當然 問題就是 520元 都頗高 但因為 這輪說真的 因為整個 美國科技股板塊都下跌 所以它都要跟著下跌 如果520元 都在喊價 我們都 跟你一樣 我覺得 其實如果跟公司層面 我就不是看得那麼差 所以 你就要看看 究竟 你對科技股的股額 那個有個判斷 我的判斷都是回調一下 我都選擇 其實拿著一點 好了 接著 有朋友問 那隻 明圓 雲基石 好強 Qhouse 紅衣 都可以有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Sam在看 不過 等他有個明顯一點的 想法 我就叫他 跟大家分享一下 9988700 可以加碼 我之前都 一直都說 這段時間 其實就 如果你 如果你駁回科技股 我都建議這兩隻 所以就 憑價位沒有關係 你覺得這段時間 趁大家 那個 不是很明朗的話 想追回 這些是最穩困的選擇 OK OK 好 接著 Facebook 問題 回答了 OK 好 之前有些問題 未清 有一次清 愛康醫療 1789 之前錯過了 現在回調 可不可以入 最重要的前提 我的想法 因為整個醫療 耗材板塊 近期都偏弱 由於集體採購的關係 所以回了多少 如果你問我 如果你問我 雖然現在我都沒有 你博 可能博回153 是不是 如果那個板塊當中 如果你問我這個 這個板塊當中的首選 事實上 你見他們的股價都差不多 這樣走 所以 我覺得 要選 不如選一隻 153 似乎就好一點 OK 但現在 我也是在等價 所以 我覺得 純粹問 現在是否時機買 我不敢說 我都是密切觀察 如果我選擇 我寧願選153 多於1789 696 我沒有看 所以答不到 2018 OK 剛剛答了 好 問題 大部分都答到 最後就是 Facebook Facebook 1801 答了 60 700 他就給我號碼 我通常就不答 不好意思 通常我就招呼 問得比較深入一點的問題 好了 Next 下跌走勢 看法 我覺得 不是轉勢 不過現在是關鍵位 所以要留意一下 好 這個問題很詳細 我都要答一答 問我 經常聽你說 止蝕就不止賺 但是如果一隻 你已經買入的股票 升到一定升幅 這個好像回答了 上個星期五回答了 所以我就OK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中心國際 現在一場 我沒得想 我講了 現在是 高風險 高回報 上個星期五 打一打 因為中美關係的消息好一點 但是 其實這些位置 不容易 不過我還拿著 細 OK OK 今天非常相信 我們很多問題都答了 OK 今天就多謝大家 我很快就把大家的問題解答了 不過如果有其他問題都可以留言 同時我今天下午會去vv錄下一個節目 講一下 例如我們之前我的大市場分析 和個別股票 也更新大家最新的看法 如果有問題 可以在我們那裏 或者vv留言 也可以 我們時間 今天差不多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